嘿,我是忍者妈妈,带你使用AI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 这一集课程由我的AI语音助理Tala来帮大家讲课 让我们一起欢迎Tala 大家好,我是Tala 我的名字一指星光,就像星星指引方向 我希望成为你智慧的光源,为你带来指引与温暖 如果觉得我的语速太快,请自行调整 今天来讲用AI做无线扩图 有扩图功能的AI深图工具都可以做到 我们今天用Viva来演示 顺便介绍这个工具的特色 首先,来到它的网站 中间点选Try for Free 右上角按登入 一如往常的以Google账号登入 点选探索页面 可以欣赏别人的作品 点选爱心 可以收藏自己或别人的作品 点选我的资料 可以看到自己生成的作品 点选创建角色 输入文字创建角色 如果没有想法 点选Idea 自动生成提示词 点选Magic Prompt 自动将提示词优化的更详细 这是Idea跟Magic Prompt的差异性 标签这边可以针对肤色 眼睛 发型 服装 特征 情绪做标注 如果不太懂它的叙述 滑鼠移到旁边 还有示意图可以参考 非常直觉 就像点餐一样 模型可以选择动漫模型 或多艺术模型 选择长宽臂 最后按下生成就可以了 图片生成之后 如果不满意 滑鼠移到这边 可以选择 重新提示 在相同的C值下 重新提示生成 或是直接选择 重新生成 或是滑鼠移到三个点点这里 还有 局部修改 即 橡皮擦的功能 点进局部修改 可以用选取或笔刷工具 选取要修改的范围 在这里输入要修改的内容 按下生成就可以了 如果要重新选取 只要点选旁边的重置功能 点进橡皮擦 可以擦除不要的部分 修改完成后 点选Publish 会直接发布到平台 与大家分享 点选 Gcharacter 可以将这张图片 放入角色资料库 先为它取一个名字 然后来到图片生成这里 打开标签选项 在角色这边 点选我们要用的人物 它就会自动出现在提示词里面 这里的标签一样 有很多选项可以标注 包含色彩 风格 场景 视角 构图 发型 情绪 灯光 渲染方式 材质 影像品质 选择模型 选择长宽笔 还可以填入锡质以获得相似的图片 记得 只有相似 欢迎来到 人者妈妈AI小学堂 生成是AI永远做不出百分之百的角色一致 为什么呢 生成是AI的本质是 预测 预测下一个字 预测下一个像素 预测下一针 预测的结果永远不会一样 那该怎么办呢 虽然无法百分之百预测准确 但可以缩小预测范围 提高预测的准确率 让生成的角色接近一致 差异缩小到可以欺骗眼睛就够了 就像玩一个游戏 要你从1到100猜一个数字 1到50猜一个数字 1到10猜一个数字 请问哪个方式猜对的几率比较高 没错 大家都很聪明 就是1到10 喜欢听人者妈妈AI小学堂的同学 等一下看完影片 可以在资讯栏点选连结订阅 好 继续回来这边 选择图片数量 填入负像提示词 避免出现我们不要的部分 最后按下生成就可以了 这里也可以上传图片作为参考 图片生成之后 跟刚刚一样 可以重新提示再生成 直接重新生成 局部修改及擦除不要的部分 还可以点选扩图及增强画质的功能 点选扩图的功能 移动下方滑杆将圆图缩小 按生成就可以了 点选增强画质 可以放大2倍到4倍 这里可以直接选择 To Video 将图片转成影片 点进图片 点这里就可以下载保存了 影片生成这边 可以选择文字生成或图片生成 还有一个去背的功能 这里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一个是表情迁移的功能 上传图片 选择表情迁移 选择你要的表情 或是上传自己的影片 按下生成就可以了 但是动物的部分 目前还是抓不到五官 另一个就是笔刷的部分 可以透过笔刷选取要移动的物体 然后指定移动方向 最后还可以调整运动幅度 及运进方式 再来点选3D建模 上传一张图片 或是直接用文字叙述 就可以生成3D模型 再来 AI Tools 这边有刚刚讲的那些工具 你可以直接上传自己的图片做修改 无线扩图的功能就在这边 无线扩图的影片 没有什么技巧 就是重复使用扩图的功能而已 上传图片 滑感移到最右边 按生成 生成之后 下载图片 再点选 以这张图作为原图 再重复刚刚的步骤 直到画面呈现黑色为止 大概就扩不出什么内容了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 下载的图片档名没有顺序 难道要一个一个重新依序命名吗 不会吧 那100多张的会做到天荒地老 当然不是 忍者妈妈有更聪明的方法 就是先将这些图片 放在同一个资料夹里 按滑鼠右键 依照日期排序 然后打开第一张图 打开荧幕录影 开始一直按下一张 录制好后 再到影片转高清的网站 提高解析度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这个工具看起来野心很大 所有的功能应有尽有 但是目前还在初步阶段 训练还不够 AI生成的问题该有的都有 对于生成结果 目前不用期待太高 但它的架构是对的 期待它完善的那一天 目前最好玩的就是表情迁移跟无线扩图两个部分 如果动画分镜没有什么大幅度的动作 表情迁移的功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档案会小很多 最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看解说频道的人是不是不会比看原作的人少呢 可以认真观察一下你周遭的人 哪一种观众比较多 在这资讯爆炸的时代 有太多东西要看了 但一天却仍然只有24小时 既然如此 那你还要花那么高的成本制作吗 虽然各家AI生成影片的技术已经差不多了 但成本不是一般人可以负担得起的 有付爸爸的例外 可以先离席 没有付爸爸的人 不妨换个角度思考 原创作品也可以选择用不同的手法来展现 并快速测试市场的反应 确定有市场在投入 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是不是很简单呢 赶快去试试看吧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站在AI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更远吧